作為住戶,在裝修工程進行期間 有很多令人擔心的情況可能會發生 例如裝修質素參差,工程出來的結果貨不對版 又或者是被徵收了不合理的額外附加費用 又或者施工延期,甚至最壞的情況,工程難尾等等 而裝修公司都不希望護主因為不了解裝修的做法 施工的標準,移圈工程進度,付款流程,甚至不願意繳付工程尾數 工後仲裁絕對可以幫助雙方在施工期間釋除疑慮 我們會先以先調解後仲裁的方法去處理每個個案 一般用法律解決裝修爭議方式有三大類 第一類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訴訟 追到工額不少過$75,000,由小額前債法庭處理 而第二就是大家近年都有聽過的調解 調解就是一個中間人,像一個和事佬一樣協助雙方達成和解 而仲裁就像一個私人法庭一樣 由仲裁員去判決哪邊輸贏,哪個對哪個錯 其實現在有很多客戶在裝修合約已經加入仲裁條款 但是有很多朋友也會問 為何裝修未開始就好像想要告人 又或者好像預備一定有大事情發生 其實這個做法只是為了保障雙方 就當免費買定保險 有部份裝修師傅擔心究竟加入仲裁條款 是否意味著客人很麻煩或者有心搞事 其實一間正常的裝修公司 他對自己的私工是有信心的話 其實是不用擔心的 防止客人如果有心搞事或者不給美術的話 根本就不會加入仲裁條款 記住,仲裁是一個公平的方法去解決爭議 而仲裁員也可以很持平地釐清一切的誤解 接下來就讓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高校仲裁怎樣可以幫到大家 訴訟和小額前債很多人都聽過 一單官司一般都要兩至三年 高校仲裁一般大概三個月就可以結案 25萬或者以下的爭議 你更加不需要出席聆訊 第二點就是 仲裁員可以選有工程知識的大律師 五日半法庭 好像小額前債法庭為例 他們的法官一般都沒有工程背景知識 亦都不能讓大家選誰做法官 而仲裁雙方是不需要請代表律師的 他們亦可以協定選定有工程背景的仲裁員 從而令到判決更加公平公正 第三點,仲裁判決書是具法律效力的 仲裁判決書等同法庭判決 可以用來清盤、破產或者凍結戶口 這個判決,香港、內地和近乎全球都具有法律效力 第四點,仲裁費用雙方可以預算到 一般民事訴訟的費用都非常高昂 亦都沒有明確的收費 而香港仲裁工會其中一個好處 就是仲裁費用較便宜,有明確的收費 他們會以爭議金額去收取仲裁費用 所以雙方都有一定的預算 第五點,保密 在整個仲裁的過程當中是絕對保密的 不可以對任何人或傳媒披露 這樣就可以保障到雙方的私隱 想使用到這個有效率的仲裁服務方法很簡單 只需要在你們的裝修合約裏面 加入仲裁條款就可以了 如果大家想穩陣些 可以將你們的裝修合約或者報價單 傳給香港仲裁工會 他們就會將仲裁條款幫你加入去裏面 同時他們亦會幫你檢查合約內容和條款有沒有衝突 如果有,就要剔除它 所以大家如果準備裝修的話 就記得和裝修公司商討 在裝修合約內加上仲裁條款 我想放在牆上 但這個怎樣裝上去 咦?為何不是香港插頭? 那怎樣用? 咦?塞了? 糟糕 尺盤的玻璃膠發霉 怎麼辦? 咦? 咦? 有些人 Easy House 会因应你的预算和设计风格 去配对三间适合你的装修或设计公司 我们的配对专员不会帮你分析保价 当你选择好公司之后 我们的配对专员还会陪你一起见证签约 确保你是明白合约的内容并且同意才会签约 在工程开始之后 我们的配对专员都会定时上到你的单位 帮你视察工程进度 确保工程进度良好 一般全屋装修需要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在工程期间 如果你有任何装修上的问题 都可以问我们的配对专员 Easy House 赞你装修设计 安枕无优 而且我们Easy House 整个服务都是免费 完全没有额外收费的